就你了解國民黨內目前對於連勝文 我們說的首度之戰 可能會拱手讓人的這樣的危機感有多深 像有想到用什麼方式能夠 在最後的時候衝出選票呢 其實我認為他們其實內部的節奏是很混亂的 就是說而且我覺得啦 就是他們有一點點感覺上就是 對於這個選戰打到後面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點疲軟的現象了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其實在士氣上 是越來越低落的狀況 那現在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團結派跟危機派 是他們最後的兩招 那因為對於連勝文而言的話 國民黨在台北市畢竟就是一個藍大於立 而且那個基本盤就是六成的地方 所以關鍵還是在於能不能夠催出那個六成的 下個星期要舉辦遊行 這個方式能夠真的凝聚到一個團結的氣氛嗎 我問過一些市議員 那市議員是說這個遊行 基本上要能夠動員到五萬人 基本上不會是一個太難的事情 那只是說你那個動員出來的人 是不是會跟著遊行到最後 或是因為我其實這幾天去看他們一些晚上的造勢 那他有時候常常會到了八點過後 就其實真正的主角才要上場的時候 民眾已經差不多要回家了 空腰不多了 對就是那個感覺你就會感覺出來 就是大家並沒有那麼高的一個熱情 可能寧可選擇回家要看電視或是怎麼樣 但是像有一個轉機是因為姚立民 就是最近喊了柯P要以80萬票大勝之後 其實在藍營上面是有引起一些些的效應的 就是確實有一些藍營的選民被感覺到那個危機感之後 是有一點那個反應出來 那只是說 所以其實你看柯P那邊馬上就出來滅火嘛 雖然姚立民就是非常的 就說只是內部的信心喊話 對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那個東西是有一點效果 只是說我不曉得 連勝文這邊有沒有 會不會好好的把握這一些東西 去做一些操作 因為就過去選戰的一個多月兩個月打下來的 我認為他們手上有的好的素材 他們其實都沒有好好的發揮 所以 看最後這段時間能不能衝出藍營選民的危機感跟熱情 我只能說祝他們好遠 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來到現場五分 謝謝您 謝謝